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银子 周恬 你来得正好 我正想去找你呢 怎么了 陈梦呢 我这几天都没见他人影 打电话手机也不在服务区 家里电话永远没人接 你们俩是不是又吵架了 他也没有跟你们联系吗 他已经好久没有跟我打过电话了 来 周 看什么呢 师傅 陈梦呢 他这几天没来上班 我 是不是陈梦出事了 他从哪天没来上班的呀 你听我把话说完呢 他这几天没来上班呢 是被一个公司机 到去训练狼狗了 他没事 就是出差了 出差 该死的承诺 我真的太佩服你了 周末都不肯好好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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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来找我谈什么 男士直播版的事情 尚东 我这个是新的想法 预算不会太多 所以我想跟您谈一谈 韩璐 我太了解你了 你想做的事情 就一定要做成 这个案子虽然预算少了很多 但是你真有必要 要做这份男士版吗 非常有必要的 韩尚在这一年多之中 已经把品牌打出去了 而且在盈利方面来说 当然不算很多 但不是没有吧 我们为什么不趁势追击 然后再出一本男士的刊物呢 现在全世界的经济形势都不好 所有的投资者都紧缩银根 我们逆势而动 这样不好吧 我觉得你做这件事情 有点操之过急 新闻都已经发出去了 所有该做的准备 我们都已经做好了 尚东 那你还要我们等到什么时候呢 再说 这一次 男士来返如果做成功的话 对您来说 绝对是 名利双收人 而且 韩尚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头 我们做的全部都是创意的事情 现在 才是真正 我们要拿出钱来搏一搏的时候呢 尚东 我绝对相信你的魄力的 要不然当初 我也不会跟您合作的 如果您肯给我一次机会的话 我一定不会令你失望 那请你记清楚 这次我输不起 当然 你放心 我一定让尚董您扬眉吐气 大姐 大姐 你魂飞哪儿去了怎么 麻的 麻的那间 田田啊 工作的时候怎么能够这么马虎啊 我看你整个就心不在焉哪 现在韩尚可是十万火急 你就这种状态啊 我前几天就开始做男士版的可行性方案了 赖副专刊呢 出什么事了吗 陆明 我觉得我正在把自己的生活弄乱 这就对了 这就说明你现在的工作已经走向正轨了 这就说明你现在的工作已经走向正轨了 等你的私生活完全变为乌有的时候 也请你告诉我一声 那就说明你已经马上要变成寒露了 天天啊 每个人都得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没有人能够逃得掉 去吧 叫主编下来 去吧 主编 这是那个板子方案 你竟然让你的意思修改过 方凌姨 你脚怎么了 好 这个方案先放在我这儿 可行性的方案正确的数据出来了吗 都出来了已经写在方案里面了 预算跟财务部核对过了 核对过了没有问题 好 小总监 核天 栏杆进行得怎么样 这个已经中了 你没听说 主编什么时候让我们大家一起讨论讨论 没有听主编提起过 核天 你跟我说实话 你赞成这个计划吗 当然赞成了 主编有非常多非常非常棒的点子 我相信我们的男开一出来 必定会比市面上所有的男士杂志都要好 那好 回头你把方案发到我的邮箱 我也看看 主编交代过 方案要暂时保密 对 我也保密 这家董事会的时候一定会给您一份的 好 姐 你真的要破坏难堪计划 让韩璐得逞了 我们以后的日子还怎么过 可是你这么坐年想清楚 做这件事到底是力大还是必大 日记门之后 上风确实有意在疏远我 所以 我不能再不听他惹毛他了 上风老和家族那边的实力是谁都知道 如果他们要上风打不掉你 笑话 我瞧美美那是抱男人大腿混吃混喝的吗 我为TMG做了多少贡献 姐 我们要另做打算了 另做打算 诶 周恬 坐那儿邮件 什么东西啊 我的天啊我的天啊我的天啊 我可怕你得盯着小礼服啊 周恬 你这种大奖还是得罪人了 有人被得罪了还送人东西吗 这你就不知道了 万一是贼栽葬给你呢 我的天啊 看了这手工 就一直多少钱 喂 黑名 原来是你啊 我还正想是谁送的呢 今天晚上 哇 不是说我不帮你忙啊 我 我知道你的派对很有意思 你可别这么说啊 也不知道你一挥手 有多少女人趋势若鹜啊 别说再加上这条裙子了 哎呀 喂 你等一等啊 赶快打扰她呀 你先打扰 别管了 我过来再说 喂 泰明 那好吧好吧好吧 晚一点见吧 晚上见 拜拜 真的不行 都好几天没见着承诺了 哎呀 我又没让你去 你呀 该甜蜜就甜蜜你的去 我嘛 看在这件小礼服的份上 再看在 你今天表现不错的份上 我决定帮你个大忙 我替你去 怎么样 够意思吧 不太合适吧 我还不知道人家太明愿不愿意呢 他都找到你了 证明他没人可找了 他如果知道我有空 肯定来找我了 行了吧你啊 都帮你的还怎么着 既让你不得罪人 又可以让你和男朋友甜蜜去 你可别得了便宜还卖乖哦 你干嘛去 是衣服 真是 太漂亮了 也不知道是给哪位明星定做的 怎么就落在你身上了呢 刘泰明先生特意送来的 你认为是给哪位明星定制了 哎哟 令姨 这么说 你这只凤凰也要飞上枝头了 嘘 千万别胡说 这八字还没给你品啊 哎呀 不过呢 今天晚上的活动 还是很重要的 哎 你们看 哎呀 这个款式 这上面的猪片 哎呀 这个牌子 这个价格 哎呀 还有这个颜色 哪样不衬我呢 哈哈哈哈 就是你的这个身材 不衬这个裙子 哎呀 怎么被拉上了 哎 还帮我拉一下吗 快 一定要给我挤进去 快 哎呀 哎呀 宋敏 宋敏 快快快 你真是我的救命符子 想你你就到了 别啊 你这一经历大人 有事说事 今天晚上是我人生的关口 你一定要想办法把我 撕进这条裙子里去 快快快 帮帮忙 你想我尽力啊 收 收 societies айтесь 山 Nichtsо 去不了那个派对了 那么 咱们可以去一个别的什么地方 也别浪费了这身衣服嘛 我真的还有事 没关系啊 我可以陪你 反正我闲着是闲着 我不介意 可是我介意 谢谢你的好意 但是我真的还约了别人 要不这样 你在车里等我 我帮你借辆车去 好吗 对不起 对不起 算了 喂 方小姐 没事 我好想你的后背出现了点问题 你怎么会在这里 等你啊 天天你让我很尴尬 你认为你把方黎怡推给我 你就可以摆脱了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 天天 我知道我自己要什么 我不需要你替我做主 对不起啊 对不起 可能是我话说中了 不是 你怎么了 我也不知道 反正你们不要烦我 就是我谁都不想理 周天还真沉得住气 也不早点说逼刘太明娶她进门了 还天天来这来上班 真没气 是 别说逼婚了 你让他逼刘太明 给他去买样式 买套房 你看他能做得到吗 对呀 真是最起码的呀 先用一个迷魂大法 这招不灵 那就再来一个有哭有闹 你当刘太明是坎子呀 要不 直接来个凤子成婚 先上车后买票 好多迷信都是这样架入豪门的 这招嘛 也未必管路 刘太明又不是只有一个私生子 你怎么上司座一脚收都没有啊 我可没收你管管啊 方令仪 你要是对我有什么意见的话 你就当着我的面一条一条地给我讲清楚 如果能改的话 我一定会改 如果不能改的话 我一定会给你一个合理的理由 你怎么背后损我 咱们还怎么共事啊 不能共事 周恬 你什么意思啊 你是在威胁我 还是想让主编把我开了呀 我想换办公事 周恬 你真要换办公事啊 我看你换办公事是假 想干操我是真 谁不知道 你现在是主编面前的大红人啊 你要说跟我不能共事 主编留下的还不一定是你 是 我是说了你不少坏话 可是你在日记里也没少写我呀 再说了 我也就和这几个人说说罢了 你可倒好 都写到全中国去了 那我没对你进行人身攻击啊 那我以后也不攻击了行不行 那要是 你还在背我说我坏话怎么办 那 那我以后想说 我当面说这总可以了吧 你同意不换了 暂时的 其实 我说的也都是事实 不算人身攻击了 很糟了 好 爺 找我有事打个电话就行的 你和他亲自好啊 我呀也没什么事 我就想验识验识门 好 那 ediyor 来 佑叔 你的房子布置挺不错的 怎么没有爱人和孩子照片呢 阿姨 韩露她知道 我没有摆照片的习惯 佑叔 我今天是来跟你谈谈路路的事 曹阿姨 我给你泡沛茶 周恬 进来一下 主编 你找我 你能彻底删除电脑里的东西吗 全部吗 部分 能 有把握 有 你把难刊 方案所有的资料 集中在一个优盘里面 之后 彻底地删除 电脑里所有的痕迹 一定要记住 这个资料 除了我之外 不可以再有第二个人能够看得到 好的 这儿 有必要的时候 我会把优盘交给你的 去吧 我们在一起 我需要 一点点 我要把优盘交给你 你两个人都可以 去哪里 我们也要 他也有个好家 如果我的嫌疑 我们就会可以 吃饭 有点 alhou 说 对 太平那是成功人是吗 想找合适的很难些 所以我说呀 这个人还是旧的可靠 又说 你现在对露露还有感情吗 我知道 你有家有孩子的 可是 我看你这回大老远的回来 也没有带她们 你们 是不是感情 出现点裂痕 阿姨 我和韩璐分手之后 我一直就没结婚 我不想让她知道我一个人 让她觉得我很失败 你说说 你们这两个人哪 怎么都这么要强呢 如果我今天不来的话 这个误会得拖到什么时候 才能解开呀 嗯 说实话我也不知道 我们俩 会不会有可能 又说啊 有句俗话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天远地远 先隔了这么多年 还能够再碰到一起 这是老天爷在保佑 又说 我今天来你可不能跟露露说 她要是知道了 肯定得和我急 我明白 又说 以后常回家看看 每天晚上下班 回家吃饭去 啊 好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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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林姐 对不起 对不起 你 是你啊 你干吗那么着急啊 最高预警 寒露刚刚打电话过来 黑皮书启动了 我遇到你了 我遇到你了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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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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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警长 皇上 我要着急 等到我们新闻发布会的时候呢 一切就有揭响了 现在每夜行事刚到 需要休息一起来 大家见谅 现在物客风告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没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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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上真的出事 没夜市世界级的大师和艺术家 今天来在多媒体纽约里 约里有主目的作品闻市 没夜先生创意识无穷的 作品闻旺的精实寒素 搜鬼才之称 从不屑于商业表演的 没夜先生 死血肉 韩上 究竟是如何的寓意呢 时尚快发介绍罗希 为您带来后续报道和独家爆料 韩女士 您先等一下 梅夜先生说他俩先沐浴中医 然后再商量一下日程安排 好的 好 您先坐 谢谢 好 刚才你在记者面前说了些什么 我没说什么呀 你到底有没有弹道子来上班 你跟他们说什么等什么 我 我说 等到咱们记者新闻发布会的时候 就自然就都知道了 谁说要开新闻发布会 谁告诉你的 不堪 这个策划案从头到尾是不是你跟的 每一个环节每一个细节 我相信你比任何人都清楚 哪一份策划说你们说我们要开新闻发布会 我自作主张 还非得要搞个新闻发布会 对不起 主编 我以为 你没有资格以为 我告诉你 永远我做的事是让你猜不到想不到的 你给我听清楚了 如果今后你再因为私人情绪 还有私人的事情影响工作的话 你不会再有第二次机会 好个寒露啊 这一年来 我在韩山兢兢业业的 不愁有功 但愁不过吧 没有功劳那我也有苦劳吧 这回这么大的风光好上 他呢 他连块蛋糕的余料都不给我 真的是太过分了 太过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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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这事也不能完全怪寒露 梅爷不肯伤演 你想啊 演出不招伤 那你这个广告总监当然只有干看啊 闭嘴 你是不是想气死我 你是不是想气死我 好 据可靠消息 梅爷大师所有用的服装道具 都属中国真正的读懂 灯光音乐设计部分呢 梅爷大师也请来了 德国同行好友加紧赶工 但是排店多致 除了梅爷和寒露 没有任何人参与过观看过全程表演 真可谓保得密中密 讨劳你我好奇心 德国方面行马其次秀做成全球巡演 可寒露为了兑现实验一次的承诺坚决不同意 因为这是寒上和梅爷共同创作的 大家好我是时尚快报记者罗希 今天我们有幸在杂志社门口采访到了主编的助理周田小姐 周田小姐 请和我们讲两句 好的 在之前呢 我确实说我们要发情报部会 我们也是这样计划的 可惜计划不如变化快啊 有我们这些可信的记者大师们 他们实在是太厉害了 本来我们要在进入创部会上讲的内容呢 那些都直前曝光了 没有办法 超级笑的 我觉得周田小姐太能故弄玄虚了 故弄玄虚 你可以这么说 但是我想对大家说的是 我们所做的这一切 总是为了广州展出的质量 没数得高 Mr.May 演出今晚就要举行 让我们试诺带 看看梅艳和韩上 就用怎样挑战我们对艺术 和时尚的理解呢 你怎么还不走啊 还有几辆礼品车在路上 主编吩咐了 要确认接到所有的贵宾 那我先走了 你怎么来了 我还打电话叫车去接你呢 你怎么来了 喂 男士的主编你不用去接了 一会儿我带她过去 一会儿我带她过去 你带我过去 口气不小吗 我知道你们这两天 不眠不休的工作 咖啡和点心 我现在真的是一点力气都没有了 吃东西的力气都没有了 在开场的前四十分钟 梅艳现场新疗病突发 今晚能演出一分钟前 正式宣布区取消 吃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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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有什么好难过的 刘泰铭不过是个花花公子而已 说不定这件事还像好事呢 是啊是啊 换了我呀我都不太搭理他的 就算这样我也不高兴 我倒觉得周田挺无辜的 刘泰铭对他那么一情 他不可能那么冷脸对他吧 请问 不是梅爷先生的翻译 我们要见韩璐 韩主编 我们来并不是信誓问罪的 依照法律程序 我们有责任对梅爷先生的事情 事先知会你 根据医院方面的估计 梅爷很有可能 无法度过危险期 基于这方面考虑 我想告诉您的是 一旦梅爷果真去世 根据演出合同 韩上将进行部分赔偿 这其中还不牵扯 理赔跟丧让费 部分医疗费用 还是应该由贵舍来承担 说吧 大家赔偿多少钱 得两百万以内 关于赔偿的事情 我们会遵循法律 你们请放心 那好 那就不打扰您了 谢谢啊 不算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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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咳咳 咳咳咳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尽快收回海外投资 我明天董事会上再具体讨论 好的 好的 喂 太明 什么事 查了这么久 你说的要紧事到底是什么 是不是跟TMG的前景有关 我很想知道 TMG在美国的次贷投资恐怕是血本无归了吧 你怎么知道 看来我说的没错 我想尚总现在最想知道的是如何可以摆脱这次飞机 你有什么办法 尚总 我的兴趣您是知道的 你指的是韩尚 我这里有一份并购韩尚的计划书 韩尚是TMG的门面 地位十分重要 在此之前恐怕是这样 不过这次演出的夭折 让韩尚在整个时尚界丢尽了脸面 恐怕很多广告客户 因此会跟韩尚中档合作 再加上梅耶的赔偿问题 也会让你们的日子不太好过 如果TMG真的倒下了 韩尚恐怕会成为赠子 再也交不上价 你能出到什么 美元 当然 这个价格并购韩尚 包括韩尚所有的债钱债务 我想这笔钱 足可以让TMG还口气了吧 就算你真有这么大的实力 现在是金融风暴 收购韩尚 你肯花这么大的血本 盛总 合同就在我车里 只需要您点头 这件事情 我还得跟董事们商量一下 董事们应该没有太大问题 您最需要说服的应该是 你指的是安乐 这两天 的确遇到了不少烦心事 我也知道你的压力 今天正好有空 大家坐下来聊聊天 不谈工作 就是放松 赛总 这段时间我们确实压力挺大的 行了 我只想知道 是不是要谈一下 并购韩尚的问题啊 既然这样我就直说了吧 TMG的确遇到了财务问题 投资失败 亏空如此之大 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 他们开价多少钱 这个 主编 既然已经成为事实了 您看您的意见 我能有什么意见啊 一个躺在母亲怀里的孩子 被人家抢夺走了 还需要正确我的意见吗 这件事我还没有最后决定 事关重大 我总要问一下股东们的意见 集团现在遭遇困难 我希望你为大局着想 就算韩尚并购过去 我可以保证 你韩璐还是韩尚第一把手 不用了 在这个世界上 有什么比钱的诱惑还要大呢 韩尚是我们的心血 是我们一手把他抚养长大的 今天失去了韩尚 或许对集团来讲 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 跟损失 一切 一切 听从董事会的决定吧 尚董 韩尚的未来交在你的手上 我绝对地相信你 我就不信 他韩璐这次还有别的办法 他必须面对现实 是 有件事情想告诉你 什么事啊 我跟上风已经提出了一个 收购韩尚的方案 收购韩尚 TMG集团能放什么吗 TMG集团现在都已经自身难保了 这个收购方案我已经制定好了 如果他们董事会那边同意的话 两周之内就可以启动 这回可以成功地收购韩尚 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TMG集团那边的决策 如果 我把他告诉韩璐的话 是不是意味着他可以翻盘 那你为什么要告诉我 那你为什么要告诉我 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件 让我很开心的事情 我想与你分享 还有就是 信任是爱的基础 当然了 如果你要把这件事情告诉韩璐的话 这是你的自由 你能信任我 我很高兴 接完电话我就跑过来了 什么事啊 陪我走走好吗 我依然 为你存在 城市像寂寞的海 涌动着忧伤的节拍 轻轻的 拦你入怀 随着夜 幻編的 曾经 一定是 看到你 是 我们的 是 就是 我们的 团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